整齊畫意的團隊動作搭配震撼力十足的政府聲 為活動揭開正當序幕 緊接著在市長林佳龍 以及多位地方明代的共同剪彩下 宣告歐峰山極限運動公園正式落成啟用 今天的落成啟用 可以說是對我們海線地區 一個很重大的建設 我們也會把它當作一個未來的亮點 結合海線的雙星計畫 就是高美濕地跟五七漁港 加敖峰山這樣的一個鐵三角 成為一個可以一日在這邊 樂活旅遊休閒的好地方 極限公園開放這一天 現場就有許多小朋友是迫不及待的 在園區內體驗各種的新穎設施 而像是攀岩跑酷跟極限飛輪等 都是讓大夥們受關的不亦樂乎 而市長林佳龍也整不住下場體驗 跟大朋友小朋友們一塊同樂 場面相當熱落 還滿好玩的啊 可以爬上去啊 爬上去他留下來還滿刺激的 可以做休閒活動之類的 或者可以玩 玩遊樂設施還滿好玩的 就一直轉然後就大家都這個下去這樣 就很多人可以一起玩這樣 就在上面跑然後他就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很爽 還有注意就是重心壓低啊 然後踩內側然後如果身體往後他就翻過去了 加油加油加油 投注4.5億元經費的敖峰山給建工程 除了有極限運動的體能設施外 水利局也特別整治周冰野心 希望能夠兼具製水以及休憩等功能 而園區內更設置水鋪滿 來收集雨水跟地下水 來提供給植物浇灌使用 市府也希望市民朋友 一起來共同回護 才能夠讓這個兼具休閒跟防洪的景觀公園 真正長久的發揮效益 記者沉浮漢台中才碰到